哈喽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距离我们的3月8日赛亚人日嘛 还有五天啦 然后今天3月14号嘛 官方也就把第二日的提示给放出来啦 但是对比起第一日的提示啊 第二日的提示真的是 有一点点的搞不清楚啦 有一点点的搞不清楚 那第一日的话其实就比较容易解嘛 就 有克尔林、拉迪斯、杨姆迦、Mr.Satan 然后他们的投资组成的克莱亚密 也就是暗黑马所获得的提示 然后第二日的提示嘛 就是来自于这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其实就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关联点到来 除了古吉塔之外啦 都是318赛亚人日的大奖 然后古吉塔又是很前面的东西 真的是有点小看不懂 那不过就通过我们广大的网友 非常的强力 把那个第一日的提示 跟第二日的就结合起来 然后就是说 从用第一日的提示来解第二日 然后在这一次的提示影片中 最后也不是有一个 蛮长时间的黑暗画面嘛 其实那边也不是完全的黑到弯 而是需要用那个曝光啊 的方式啦 把它弄光过后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其中里面是有一组文字的 就是Moscot 就是摩斯密码这样子的东西啦 可是老师说摩斯密码这方面 我是完全无解啦 根本就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可是啦齁 我自己第一眼看到这个的时候的那个Moscot 因为想法嘛 就是所要表达的只不过就是破坏神吧 藏在于最后 然后通过前面就是塞亚人 塞亚人的光 在黑暗中可以照亮那个之类的意思 黑暗中 塞亚人 然后使用那个照亮的方式这样子照亮上来 嗯 说不定啦 因为这个方面真的是没有解过 真的是没有解过 所以我这边自己自己小猜测啦 因为毕竟如果讲要讲摩斯密码来说的话 嗯 这边应该是没办法带得去啦 或者就是说这个摩斯密码 其实是为了解明天第三日的那个 提示 所给出来的Ebay方案 所以可能明天的提示啦齁 是需要靠着摩斯密啦 而且那个的话到时候就要请大佬啦 到时候就要请大佬啦 OK 然后这一方面的话 就是日版这边的提示嘛 搞说整体这样看上来啦齁 完全不知道指向性是要指到哪里 那么没关系 国际版已经有他们的那个 新的提示出来了 国际版的就简单明了就好了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直接就是我们胶囊公司布马的家 特别的明显 然后重点就是 这一个画面其实胶囊公司 这个布马的家啦 就在很多时候啦齁 有登场过 尤其是 龙足超的时候啦齁 蛮多场面都是有的 或者是蛮多篇章都是有的 因为很常在他的家开会嘛 可是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对比图啦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就神里神剧场版 布马在开神志宴会的时候的那个聚会场合 这个是剧场版的 因为TV版的话 他们是坐在船上面嘛 船上面在邮轮上面 没记错的话 TV版是在邮轮上面 而这边的话是在 布马的那个交囊公司这边 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简单明了吧 嗯这个样子 各位 按照国际版给出来的这张图 然后我们再结合他之前 所放出来的SNS活动啊 Bingo 配合318人字眼 然后更前面的 红神加Virus的投票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通过 这一连串的那个线索来 串联起来过后 神里神这部剧场版的 318赛亚人字登场的可能性 几乎是99%了啦 跑不掉 只不过日版这边 给出来的那个提示 有一点点的小奇怪 不过如果按照我自己来解的话啦 我自己的解法的话 第一字的Kurayami 那个暗黑嘛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讲 召唤神龙的时候 天空会暗暗 然后为了满足 破坏神的那个 那个燕望之类的 因为破坏神 比如Sama来到这边的话 就是讲 要跟神战斗嘛 赛亚人是神 然后悟空召唤神龙出来 然后询问成神的方式 按 因为那个Moscot的话 根本就 完全没办法连接到任何的东西 然后前面给出来的那一些角色 也串联不出什么东西 我真的是串联不出什么东西 所以可能有其他大神之类的 头脑更加精密的 或者想象力更加强悍的朋友 可以给点提示没有 不过按照我自己的那个感觉 看看法来看是这个样子啦 嗯 所以 就算日本这边 哎 日版这边我们放下啦 就单看国际版这边 只样性全部都是走些红神悟空啦 除非 在Sanibar 赛亚人质啦 日版完日版的 国际版完国际版的 两边初步一样的结设 那么就搞笑了 哈哈 所以大部分情况是不会啦 所以是国际版同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嗯 直接国际版的新手就好了 赛亚人质 我们的红神悟空 那么大概率就是他的 哎 大奖啦 因为在 昨天 昨天的情况啦 我们平时每次看 我在推特平时每次看的那个推特大佬 其实有发了一个 推文是说 这一次的Sanibar 赛亚人质 会有惊喜 然后其中他这一次的东西 又是没有出过的 然后按照个别我们所猜想的角色啦 像Lose啊 Goku Black嘛 然后还有还有什么角色啦 那个吉悟空啊 他们之类的 他们的超级战已经是现有的 可是神里神 红神悟空的超级战 到目前为止都是零 都是零 完全没有 所以也是算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的角色 可以这样子讲啦 从来没有过的活动 从来没有过的活动 超级战啦 从来没有过红神的 所以我们这样子来 一个一个接上去的话 其实是接得上啦 所以我们的红神悟空 可能性就非常高啦 然后重点就是啦 这一次的日版提示 我突然间想到 不好意思 我突然间想到 因为官方的日眼描述上面 赛亚人的光辉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通过第一弹 暗黑 暗闭 赛亚人的光辉 爆发出来这样子之类的啦 然后就是讲最后的那个日眼 一开始讲 会曝光嘛 然后另外一段的话 大家可以看这个 video 悟空被压缩在那个石头里面 也是属于比较暗的那个环境 然后爆发成潮在状态之后 就光亮起来 可能这一步 也算是我觉得 神与神剧场版内其中一个比较高超的片段啊 就是在这个岩石集啊之后 悟空爆发过后的开打 那边又很很嗨嘛 嗯所以这一段的话 很大可能也会在这一次成为这个必杀动画啊 或者就是他的standby skill 讲到standby skill的话 在上一阵子 国际版的资料下载的时候啦 已经有导入了standby skill的icon啊 还有他的那些资料 然后按照去年318赛亚人字的摩达来看的话 318赛亚人字会把周年的能力给拿出来用到啦 就比如说登场动画啊 之类的 嗯像这边的话也是会有啦 所以这一次的红神悟空 我们就说318赛亚人的大奖啦 会有这个standby skill啦 然后刚才讲的那一段啊 其实还蛮适合用来在standby skill的 因为被困在那个里面嘛 可能稍微不能动 接着就大爆发 然后就换成型的形态 嗯之前有的就是standby skill 集合能量触招 然后就是复活 所以这边的话也算是可能就集合能量 然后复活或者就是变身之类的啦 嗯然后复卡的话 复其他应该是可能很大的啦 再来多一张 然后这张可以极限在决心 诶那是最好的啦 骂骂嘛 反正以我们目前可以所得到的那个情报量来说啦 最终的指向都是神与神啊 诶我自己看法啦都是神与神啊 99%没得跑了啦 哈哈哈哈 那么通过这两天的提示 大家觉得最终的指向又是哪里呢 诶如果给自己大家自己来采的话啦 诶 好啦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Yamata 拜拜